哈喽朋友们我是大嫂 这两个月真的一直处于买世界费的那种工作状态 所以呢我也深刻感受到了在路上的时间 一辆好车子的重要性 所以今天呢我就闪现在上海 来这里参加Walworth首款MPV的发布会 也是要见一见这个在朋友圈爆货的EM90到底长什么样子 做时尚博主和MCN主理人的这些年 我喜欢和衣服对话 不同的穿着也代表了不同心情 当然时尚也不仅是关于外表的工作 更多是在选择一种我们想要的生活方式 有一种把北欧的家居展搬到现场的感觉 从穿搭 家装 还是出行的车子 我都不喜欢于张扬浮夸的设计 当然也不喜欢堆砌的收滑感 而沃尔沃身上自带的这种自然而然的高级感 比起那种喧闹豪华的设计 在简单实用的基础上还很好看 这就很戳我了 像我今天的这个新搭档呢 沃尔沃EM90和我平时喜欢的穿搭风格和色系都是比较像的 沃尔沃这个设计其实是有说法的 因为这两年会比较流行一个松弛感美学 北欧风的设计 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而且我也非常喜欢它的这种利落的设计 像我身边有很多做时尚传媒 还有创投圈的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这台车 所以今天我来带你们深度的一探究竟一下 这个车的内饰空间真的是大到夸张 而且因为它的高度设计的很合理 所以像你进出的时候也不用去攻下身子什么的 非常的方便 像我本身呢就是比较依赖MPV出行的人 那车对我来说也很像一个移动的家 这里是我的休息室也是化妆间 同样也可以满足我多种出行的需求 第一个就是要满足我日常开会啊 包括一些商务会面的需求 我觉得它首先要撑住场面豪华 但是又不能浮夸 所以我非常喜欢EM90整个座舱的设计 它会给你一种满满的奢华感 但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细节 而且会让你觉得很有文化底脸 这个座舱的空间真的很大 非常像我做过的阿联酋航空头等舱一样 比起以前做过MPV的座椅也会更加舒适一些 内饰的设计和材料也都采用了奢侈品高定级别 比如说像车内的牧师面是之前王室也会用到的非常珍贵的品种 又经过了传统匠人22天25道工序的手工制作而成 非常鲜薄精致 牧师面上的可处式按键也极度舒适 无污染精密切割的欧锐师水晶档杆 复古的鹦鹉螺音响和全车21个扬声器带来的沉浸式感官 你好小沃 打开后排屏 以及后排属于头等舱客人的大屏体验 可以随时追剧 这让我坐车出行时的归属感更强了 其实我在车里往往承载着我特别多的情绪和状态 我要不然工作 要不然是在睡觉 导时差 补觉 所以我特别需要这个座驾能够承载我的工作和生活的疲惫感 享受像这样舒服的躺在座椅上 听着如临现场的音乐 那种忍不住深呼吸的开阔和自由 也算是我最放松和解压的时刻之一了 你好小沃 打开天幕 好的 EM90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它全程都是用非常环保的方式去设计的 所以没有任何的意味 即便在车里面长时间的开车坐在里面 你也不会感觉到晕车 像我平时其实工作啊 包括赶路去机场 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车里的 所以这点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而且虽然它整个的座椅都是纯羊毛设计的 但是呢刚刚工作人员跟我讲 没有想要会因为取这个羊毛而受到伤害 现在市面上呢 其实除了Alpha和LM也没有太多选择了 确实非常让人心动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 还是自驾旅行体验 EM90像一个移动的家一般 让我安心自在 找到了一种在路上的归属感 哈喽 我现在看完发布会 也马上准备等我下一旅程了 发布会现场他们已弄了一只季伯伦的事 出来打动我 就是当我站在你面前 我临时也看到了我自己 所以这也是我遇到EM9010的心情 我感觉终于有一个移动的家 可以陪伴着我 成为一个爱生活 懂生命有担当的人了 那也希望我们在紧张工作的同时 也不要忘了放松生活 拜拜